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戴着白色鸭嘴帽和口罩被海关拘捕的舒适宝健身中心67岁男董事 下午获准报息再去警署转由警方进一步调查 据了解他是舒适宝董事兼创办人陆毅强 消息说他星期二晚到海关总部协助调查 海关已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将他拘捕 早早再拘捕他的老婆何玉华 海关说舒适宝在上个星期五全线结业之后 即时成立专责对五根进事件 直到现在收到900宗举报 涉款达到3800万 任日来派源到各间分店调查 又联络超过500名举报人 经调查之后 怀疑有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不当接受付款罪 据我们初步调查所得 有部分分店是有拖欠租金的情况 此外我们发现这个商户在宣布结业前一日 即是9月5号 它仍然有销售健身和美容服务 接受了消费者的预缴式消费付款 我们会继续调查涉案商户 在结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 以及有没有一些不尋常的销售活动 仍非也接到20宗举报 不知调查有没有涉及诈骗和虚假证述 就着这件案件的 警方的跟进是会从刑事方面调查 去确定有关的人士 有没有在这件事件里面触犯任何的刑事条例 多个海关人员下午也到陆毅强夫妇 位于跑马地雷顿山的寓所搜证 海关强调如果任何商户 意图提供重大分别的产品 或者未能在限时之内提供服务 等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最高可被判罚款50万和监禁5年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谦 书息宝在沙田两间分店欠租多个月 被港铁日品高等法院追逃 日品状说 书息宝去年和业主港铁签订三年的租约 月租131万9千元 遵用沙田连城广场三楼全层 经营健身中心 以及四楼19个铺位 经营迁体美容中心 另外每个月需要缴付 约36万5千元的管理费 以及约十几万的冷气费等等 书息宝案租约 向港铁支付545万元的按金 并提供银行担保 港铁说书息宝自今年6月起 欠缴月租 管理费等等一共673万6千元 并在9月6日暂停营业 要求法庭下令书息宝支付欠款 交吉分店单位 并就违反租约作出赔偿 英国宣布由下年的1月8日起 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 以及澳门入境当地前 要先申请ETA 英国内政部扩大ETA 即电子旅游授权 适用于免签证国家及地区旅客 港澳人士在11月27日开始 可以透过英国内政部手机程式 申请ETA和上载个人照片 费用是10英镑 折合约102港元 申请人等待约3个工作天 就可以得知审批结果 ETA持有人在两年有效期内 可以多次到英国探亲旅游 逗留最多6个月 相关的政策在下年1月8日开始生效 到时候旅客没有ETA可能不准登记 值得留意的是 港人不论持有特区护照或者BNO 都要先申请ETA 已经有BNO签证就获豁免 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 要求行政机关检视 是否延续香港驻美经贸办特权豁免待遇 特区政府谴责美方选人不利己 中国驻美大使馆警告 若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切实有力 坚决反制 美国众议院以413票赞成 3票反对 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 法案将为送交参议院表决 如果获得通过 会交总统签署生效 行政部门就要在30日内认证香港驻美三个经贸办 是否可以延续目前享有的特权 如果当局认为不应该再有外交待遇 经贸办要在180日内停止运作 特区政府回应说 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三个经贸办 一直按当地法律运作 批评众议院为求政治目的 挥复事实 刻意攻击香港 通过是完全没有理由 是高度抹黑香港 在法治和其他方面 都是没有一个足够的证据 在美国的外经贸办 都是因应我们的实际需要 和执行我们应有的工作 强力掩扎他们的无理行为 是造成在各方面的不方便 也都令到两地的经贸 受到不需要的干扰 这是一个选人不离己的行为 中国驻美大使馆提出严证交涉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说美方出于政治目的操弄涉港议题 打压香港发展 说香港是美国第二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美方将正常的经贸合作 政治化、工具化 它的所作所为注定徒劳 亦都必将损害自身利益 顿促美方立即停止推动法案 如果一意沽行 中方必将采取切实有力措施 坚决反制 母亲事记者 侧院文部导 美国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民主党的何錦麗 和共和党的特朗普 第一次面对面交锋 两个人就经济 移民、堕胎权等的议题 针锋相对 文调显示 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 何錦麗的表现较好 辩论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 民主党的何錦麗进场后 主动走上前 和共和党的特朗普握手 两人先就选民最关心的经济问题 针锋相对 提到和中国的关系 对于特朗普涉及四宗刑事案 在暗口废案被判罪成 检察官出身的何錦麗 也都借机家而攻击 Well I think this is so rich coming from someone who has been prosecuted for national security crimes economic crimes election interference has been found liable for sexual assault and his next big court appearance is in November at his own criminal sentencing 在其中一个战场非法移民问题上 特朗普就作出这个指控 主办方美国广播公司主持 随即进行事实核查 澄清没有证据表明 那个位于俄亥俄州的移民社区 有虐待宠物个案 辩论规定 一名候选人发言时 另一人需要关麦 何錦麗似乎早有对策 在特朗普发言时 用表情和做口型回应 有美国传媒报道 两人在辩论结束后 没有好像开场地握手就离开 传媒统计 何錦麗在90分钟辩论里面 发言时间有大约37分钟 至于特朗普就较多 有大约42分钟 评论说 接替总统拜登出选 59岁的何錦麗 试图将自己和78岁的特朗普 形成对比 强调自己是中产家庭长大 指责特朗普为英文富翁 同大企业而战 特别在特朗普的弱点 以提多胎拳 亦都能够作出有力反击 母线市记者封热明报道 港铁发行45亿元 离岸人民币绿色债券 超额应够超过三倍 是港铁第一次发行的 离岸人民币绿债 当中30亿元人民币属十年期 票面息率2.75厘 其余15亿元人民币是30年期 息率3.05厘 债券获得总认购额超过199亿元人民币 超额应够3.4倍 港铁行政总裁今集培话 发行离岸人民币绿债 有助进一步将低碳绿色元素 融入铁路营运和新铁路项目 港股曾经失守万七点关口 经近一个月的低位 大市反弹一日之后又跌过 恒指低开182点之后 最多下跌269点 曾经跌穿万七关口 未知跌幅略为收窄 收报17108点 下跌125点 成交1057亿 暂时港股比较难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空间 短线当然万七这些位是个关键 如果收到万七楼上 可能特别是再乐观一点 17250这些250天线楼上的话 才叫初步站稳定一些 否则如果万七点真的失守的话 向下支持位短线望着16800这些水平线 国际油价下跌 三桶油跌幅1%-2 有传宁德时代 旗下江西里矿停产 天齐里业升1%-3 内银股受压 五大国有银行股下跌1%-3 被带行长淡的华洋电力跌半成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 其他电力股也跟跌 龙原电力跌超过3% 若明康德反弹6% 韭国发型景股价下跌1%-6 巨星全旗有移动 收市下车7%-2 无线电视机欧描 panel 看最活约港股收市价 盈富基金跌1.4 阿里巴巴跌1.5 腾讯控股升1.6 中国海洋石油跌4.4 美团升5.5 恒生中国企业跌5.6 工商银行跌9千 比亚迪股份升4元 友邦保险跌3毫 兼设银行跌8先 接着再看一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跌9毫半 友邦保险跌3毫 中移动跌9毫半 港交所跌2.6 香港中华煤气跌7先 恒生科技指数 报3450点升少过1点 欧洲股市方面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13点 巴黎CAT指数升4点 德国DX指数升16点 其他消息 民众党主席阿文哲卷入贪污案 在北京 国台办形容是台湾当局政治追杀 由批评赖清德上台以来 坚持台独立场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道 民众党主席阿文哲卷入贪污案 已经被激压大约一个星期 在北京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 有关提文的时候 形容阿文哲遭到政治追杀 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 一再操弄司法行政等手段 公器私用 党同伐义 在岛内大势制造 绿色恐怖 其目的是追杀不支持民进党 不认同台独的各界人士 以谋求一人一党之师 并为其遂行台独排除障碍 多情不义必自毙 耐清德当局 胡作非为 必遭民意拓弃 他重申 不论台湾局势如何变化 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至于包括国台办等 大陆官方机构 早前在网站新增 依法情治台独环固分子专题网页 并公布了举报邮商 陈斌华也都被问到目前进展 两岸民众以实际行动 积极响应 依法成独正欲之举 反映了两岸同胞 反对台独 支持两岸交流合作的 共同心声 对于收到的线索 我们将认真核查真别 依法依规处理 坚决打拘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他又披露下门旅游业界 已经向台湾有关方面申请组团到金门考察 如果台湾方面批准 10月1号前有望落实福建居民到金门旅游 陈斌华又批评 民进党当局是两岸旅游 恢复正常的真正障碍 要求台湾当局解除台湾民众 到大陆旅游的不合理限制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导 台湾一架幻影战机 在新竹外海训练期间失事 机师跳散徒生获救 空军司令部说 涉事的幻影2000战机 昨晚8点钟重新捉空军基地起飞 执行夜航训练 战机約半个小时后回航 但是失去动力 胜借的机师 弹射跳散徒生 搜救人员到夜晚近10点半 确认他的位置 将他救上海巡舰 再转送台中一间医院 远方说他送院的时候 意识清醒能够同人对话 但是他背部着海 颈、背和手部受伤 家属即晚已经到医院了解情况 空军会成立小组调查 台湾TVBS报道 全台幻影战机 今天全面停飞检查 完成评估之后 再决定何时服飞 越南风灾增至最少152人死亡 受到河内红海泛滥 几千人紧急疏散 受到风暴摩蝶带来的暴雨影响 河内市市内多处水浸 红海水位升至二级境界 并且继续上上 当局疏散 住在沿河地区 几千个居民到高地站备 河内部分学校通知学生 今个星期内都不用上学 接让中国的老街省一条 有35个家庭的村 被山泥掩埋 十几人死亡 另外有十几人获救 但仍然有约40人失踪 在北京 外交局说 中越双方正是就放信 抗洪合作 保持密切良好沟通 为支持越南抗洪 中方沿洪河干流的水电站 正是进行蓝洪蓄水 共同应对好这一场的自然灾害 大家好,我是陈雨桥 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结业 海关拉了一男一女董事 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据了解 是创办人陆毅强夫妇 警方也会调查 是否涉及诈骗 戴着白色鸭嘴帽和口罩 被海关拘捕的 舒适宝健身中心67岁男董事 下午获准保释 被载去警署 转由警方进一步调查 他了解他是舒适宝董事兼创办人陆毅强 舒适宝说他星期二晚到海关总部协助调查 海关已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将他拘捕 早上拘捕他的妻子何玉华 海关又派人到陆毅强夫妇 位于跑马地雷顿山的御所守正 海关说舒适宝在上个星期五全线结业之后 即时成立专宝队众跟进事件 至到现在收到900宗举报 接款达到3800万 年日来派完到各间分店调查 又联络超过500名业举报人 经调查之后怀疑有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不当接受付款罪 我们发现这个商户在宣布结业前一日 真是9月5号 它仍然有销售健身和美容服务的 接受了消费者的预缴式消费付款 我们会继续调查涉案商户在结业前的 营运和财政状况 以及有没有一些不尋常的销售活动 海关强调如果任何商户 意图提供重大分别的产品 或者未能在限时之内提供服务 等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最高可被判罚款50万和监管5年 除了海关 警方也接获20宗举报 会从刑事方向调查 包括诈骗和虚解陈述 有律师就认为 舒适宝声称有新的投资者 关仔分店更加会在日内重开 要证实真是有新的投资者 现有的投资者 其实有责任去安排 这个新投资者 去提供有关的证明 去给顾客甚至是执法夥明 一些虚假的说明 或者虚假的诚述 去有使用一些服务使用者 不会再去追究自己经得的权益 在有关的证据能够获取得的话 有机会就能达成这个欺诈罪的明白 舒适宝也涉及欠租 去年向港铁租用沙田连成广场两个铺位 不过6月开始欠租 港铁日本法院追讨租金连管理费等等 合共670几万 无线电视记者现在欠秘道 销委会至今收到1,725宗投诉 涉及的金额最高的一宗达到186万元 市主被游说 签了13年后才生效的合约 舒适宝上星期五宣布全线结业 销委会收到的投诉 至今涉款最高的一宗达到186万 投诉人是一个女人 2016年成为舒适宝会员 签了10年合约 又陆续签了19张私人教练课堂合约 最高一张达到23万 一共有1,916堂 不过去的会计合约 还有两年才到期就被游说逐约 加签了两张 分别在2026年和2037年才生效的合约 合约期长达24年 1,900多堂 若果你一个星期当做三堂 那才算 其实都要整十几年才可以做得完 最远就去到2050年 其实是一个这么长的时间 如果消费者万一不要会计 或者不想再参加会计 那那些私人教练课又怎么办呢 就是说他都一定要签会计的合约 然后才可以继续用 虽然说越长越多越底 其实事实上很多时候 过往很多消费者的个人经验 都是说用不完 因为根本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早前已经报警的一个舒适宝前教练说 他们被逼向顾客游说 逐游和买糖 一定是高层一路压下来 给予压力 今个月要交几多项目 交几多项目 我们中间其实有三千元 是你要达到项目 我们才会有的 这个也是一些其实无形的压力 本身可能当他有十个学生 当个月找到三个新客 就构成了一些销售的金額 原来那三个销售金又未够他当月的目标 他就在自己的客人里着手 叫他们帮忙 或者我们续称行来叫renew 所以可能当时的教练可能也都是 无可奈何或者没有其他客人 可能就叫客人不停去买买买买 就要保留单据 尽快向法家银行申请退款 母亲司机者 刘传玉部 英国宣布由下年的1月8号起 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香港和澳门 入境当地前要先申请ETA 英国内政部扩大ETA 即是电子旅游授权 适用于免签证国家和地区旅行 港澳人士在11月27号开始 可以透过英国内政部手机程式申请ETA 和上载个人的照片 费用是10英镑 折合约102港元 申请人等待约3个工作天 就可以得知审批结果 ETA的持有人 在两年有效期内 可以多次到英国探亲和旅游 逗留最多6个月 相关政策在下年1月8号开始生效 到时候旅客没有ETA 可能不准登记 值得留意的是 港人不论持有特区护照或BNO 都要先申请ETA 已经有BNO签证 就获豁免 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 要求行政机关 检视是否延续香港驻美经贸办 特权豁免待遇 特区政府谴责美方选人不利己 中国外交部警告 若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切实有力 坚决反制 美国众议院以413票赞成 3票反对 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 法案将会送交参议院表决 如果获得通过 会交总统签署生效 行政部门就要在30日内 认证香港驻美三个经贸办 是否可以延续目前享有的特权 如果当局认为不应该再有外交待遇 经贸办要在180日内停止运作 在北京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 批评美方粗浓涉港议题 打压香港发展 将正常的经贸合作政治化 工具化 蓄意抹黑香港驻外机构 性质十分恶劣 香港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顺差来原地 美方此举最终只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推进上述法案 以免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造成更大的伤害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切实有利措施 予以坚决反制 香港驻华盛顿 纽约和三藩市三个经贸办80年代设立 推动两地经贸合作 香港回归之前 美国通过专项立法 被经贸办适用于国际组织豁免权法 肯有官员免受美国执法人员 搜查和没收财产 免被征收指定税项等得权 特区政府回应说 一直按当地法律运作 批评美方为求政治目的 拐强事实 刻意攻击香港 通过是完全没有理由 高度抹黑香港 在法治和其他方面 都是没有一个足够的证据 在美国的外经文办 都是因应我们的实际需要 和执行我们应有的工作 强力谴责他们的无理行为 是造成各方面的不方便 也都令到两地的经贸 受到不需要的干扰 这是一个选人不利己的行为 中国驻美大使馆 也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说美方所作所为注定徒劳 无先事记者 侧卷文部导 继续新闻时间 警方拉了一个17岁的少女 涉及六宗电话骗案 骗款合共47万8千元 张军奥警区人员 星期一接获一个82岁的男人报案 或早前接获来电 声称是她的儿子的朋友 或她的儿子涉及刑事案件被捕 要求缴交10万元的保释金 骗途其后到事主将军奥的住所 拿了骗款之后离开 同日又要求她再给多20万元的保释金 事主怀疑受骗 报警求助 警方随即部署拘捕行动 等她现身收钱的时候将她拘捕 警方进一步分析之后 疑犯分别在柴湾、泉湾、沙田和黄大仙区 以同样的手法 欺骗另外五个年龄介乎74至93岁的长者 相信她是独自犯案 一个词担保书 即是俗称行街址的孟加拉籍男人 充当非法劳工 承认违反逗留条件受雇 判监15个月 案件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审理 案情说入境署调查人员 7月进行反非法劳工行动 在旺角一个办公室 拉了51岁孟加拉籍男被告 她当时正是从事习务工作 正是持有行街址 及后调查发现她是一个 免遣反申请人士 入境署发言人说 根据入境条例 非法入境者受显送离境令 或递介、离境令规限等人士 不可以接受有薪或者无薪雇佣工作 为者一经定罪 最高可以判罚款5万元 及监禁三年 下个星期二是中秋节 康民署提醒市民 不要煲纳或者放孔明灯 处方在当日会加强执法 康民署说为确保市民宽度佳节 市民不要将纳、燃烧或者溶化 或者将任何液体潑在热纳上 也应该等蜡烛冷却之后 弃置在垃圾箱里面 处方又提醒市民 不应该将萤光棒 或者其他物品抛摘去到树上 以免损坏树木和弄脏场地 康民署在中秋节当日 会调配人手在公园、沙滩 和烧烤场加强巡邏 对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 为例者可以被罚款2000元 和监禁14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像观摩 中国军方有份参与的 大洋2024战略演习 说演习目的是抗衡 美国在亚太地区活动 访俄的中央外事办主任黄艾 说中方愿意和俄方 加强战略沟通 充实中俄关系战略内涵 俄罗斯星期二起一年七日 举行大洋2024战略演习 范围包括太平洋、北冰洋、 旅海、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等等 总统普京在演习第一日 从克里姆林宫透过视像方式 观摩石兵阶段开幕式 他说这是俄罗斯30年以来 第一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海上演习 将会检验军队的战斗准备情况 以及使用高精准武器 俄方将会特别注意 加强和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 又说中国解放军舰艇和航空兵 也都参与俄方石兵演练 普京说美国试图不惜任何代价 维持全球军事和政治主导地位 尋求获得军事优势 并打破亚太地区力量平衡 美国同盟友声称为了对抗 俄罗斯威胁和压制中国 在俄罗斯西部边境附近 北极同亚太地区加强军事存在 并且公开宣布计划 在所谓前沿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 俄罗斯必须准备好应对任何局面 将会继续加强海军 包括他们的核武力量 应对美国军备竞赛 另一方面 到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 高级代表会议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星期二在圣比德堡 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被输少 以鼓 王毅说中方愿和俄方加强战略沟通 不断充实中俄关系战略内涵 又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 始终秉持客观公正态度 将会继续为早一停火指战 推动危机政治解决 积累必要条件 无线电视记者 何英桥报道 教终方济各的亚太四国木灵之旅 来到最后一站新加坡 方济各在下午抵达 张宜国际机场 新加坡一众官员 还有当地天主教总教区的代表 到场迎接 新加坡国会在明天 为方济各举行欢迎仪式 他将会会认新加坡总理王秦才 总统尚达曼 方济各下午会在体育场主持美赛 据报当地和邻近地区 约280个神父 50个主教和书记 还有约5万个教徒出席 早前有报道说 中国部分天主教徒 专程到新加坡 方济各早前接受访问 说很想去中国 外界关注他会不会 就改善中藩关系 释出信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